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我会认识道东书院其实是因为我来到了和美高中教书之后 才会认识我们旁边有一个古迹 然后后来在因缘际会之下 我们社会科就办了一个古迹的考察的研习 然后我们就有请人家来这边导览 然后我们就有认识道东 其实在接触我们影视社会学之前 其实我对道东书院可能就会比较出钱 因为之前就是带着大家看嘛 就很像是window shopping这样看过去 但是后来我真正带同学来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说像隐藏的红墙 其实在那时候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进去里面看 我们会发现就是说 它明明主事的是珠希 可是却没有珠希像 原来是因为它被烧掉了 它才会后来就改成是孔子 然后还有文昌帝君其实在前面 然后他们用了一些别的东西来取代 所以这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 所以其实我发现就是要认识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可能有一些活动 才会让我们对道东书院更加的熟悉 这里就是为什么我希望 道东书院的部分 我希望同学是可以用导览的方式 或是拍成影片的方法 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